第1718集 话语刚落 苍穹之中那酝酿许久的惊天恶雷突然降临 那万众瞩目的面纱少女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突破 那狂暴的恶雷反如一头巨兽吞噬了几丝青 几丝青神色平静 仿佛丝毫不在乎 刹那间几丝青的头顶出现了一道虚影 虚影伸出一指恶雷消散 周围的一切瞬间恢复平静 这一刻众人懵了 这就结束了 不是说恶雷是太虚无者的噩梦吗 哪有人这么随随便便就突破的 众人在风中凌乱 无数道目光落在了几丝青的身上 他们发现几丝青竟然还在突破 斩恶二层天竟然还没有停止 斩恶三层天 这是惊天妖孽呀 对所有人来说 这个叫挤烟的女子完全不说任何男人 关键谁也不知道 这女子的记录是多少 不过有一点他们很清楚 这少女已经凭了那个叫取尘烟的少女的记录 可又有谁知道 挤丝青不过是刷新了数万年前 属于自己的记录 众人在反观叶晨 看到叶晨仍不断跌落的境界 无奈地摇头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简直是丢了男人的脸 不过场上有人给男人长脸了 那就是花景涛 而此刻花景涛的模样却很诡异 此时的他浑身竟是被金灿灿的鳞片所覆盖 头顶长出了一对尖长的龙角 化为了半龙半人的状态 更恐怖的是花景涛的气息 他的修为已经突破了斩鳄五层天 而且还在飞速上涨着 斩鳄之后的突破可是极其之难的 甚至一个小境界就比太虚和斩鳄之间的距离还要大 此时的花景涛已经向着斩鳄六层天慢慢靠近了 而且渐渐地散发出一种 即使是一等宗门的掌门宗主 也为之心计的气息 真龙的气息 远古战场 大地已被尸体填满 无数具尸体 有魔族的也有人族的 战场上只剩下了两道身影 夜晨的身影与那看不清面貌 浑身被黑色包裹的诡异魔族 唯我灵霄 图神破天 夜晨低含一声 一剑出 剑光闪过 时空撕裂 整个大地都被斩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但这一剑却被那黑影挡了下来 他手中的长剑将夜晨的剑架住了 夜晨凝视着那黑影 那黑影的一双子眸也凝视着夜晨 下一刻两人同时动了 天地有了一瞬间的黑暗 夜晨的胸口插着一柄漆黑的长剑 他虽然还站着 可气息已经衰落到了极致 而站在他对面的就是那道漆黑的魔影 夜晨虽然已经濒死 但他那经过战火的锻炼 变得无比肃杀沉稳的面庞上 却是浮现起了一丝笑容 他对着那黑影淡淡道 你 输了 黑影的头颅 缓缓地落到了地上 震神塔下 华景涛猛地睁开双眼 浑身气息冲天而起 一声龙吟响彻酒笑 一瞬间 参加神光仪式的所有人 身体都有了一丝僵硬 即使是阁楼之中的 一众神国巅峰强者 也同样如此 那是低等生命 见到高等生命时 才会出现的反应 白玉皇无比激动地 看着自己的弟子 狂喜道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涛尔他 反足了 而此时 正好是神光仪式 开始的第十天 这一届神光仪式 真的是无比的精彩 这百年来 神国人才辈出 孙吴旺 李胜 赵灵润 轩元静等人 也都是极致的妖孽 他们任何一人 若是在往常 都是能镇压 神国万年的终极天才 但是这些人之中 最出色的 自然还是华景涛 和那叫几烟的神秘女子 一众参与神光仪式的神国舞者 都是无比敬畏地 看着华景涛和几烟 这才是真正的妖孽 即使在神国历史上 都屈指可数的超级妖孽 斩恶六层天 光是这修为 就能位列神国 前百的青年强者之一了吧 更别说此时的华景涛 还散发着一种 无比恐怖的威势 简直让众人 都想要对着华景涛 膜拜了 神国是要彻底变天了呀 镇龙殿 很快就会成为 一等势力之中 最为恐怖的存在了吧 想到这里 不少人又都朝着夜晨看去 眼中有讥讽 有不屑 有幸灾乐祸 有惋惜 现在的夜晨怎么样了呢 别说是修为跌落了 连命都要快没了 简直就像是将死之人一般 玉珍子凝视着夜晨 眼中还带着一丝希望 他还没有放弃 他相信奇迹会出现 可就在这时 镇神塔散发出的金光 突然消散了 众人一愣 金光消散了 金光消散意味着 神光仪式结束了 为什么会结束 没有人还在承受洗礼之时 就会结束 可此时夜晨还没苏醒 这时候神光仪式结束 就意味着 夜晨已经死了 众人朝着夜晨看去 果然 此时的夜晨身上 连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夜晨真的死了 玉珍子整个人都跪倒在地 眼中最后一丝希望也消散了 他知道神级宗彻底完了 甚至还能不能存在都不知道了 阁楼中的其他人 却是不管玉珍子 满面欣喜地 迎向了自己的弟子们 狂骨门掌门霍拳 对着孙吴望微笑道 吴望 你感觉怎么样 此时的孙吴望和之前有着天差地别 孙吴望脸上没有了之前霸道的神色 但整个人的气质却凌厉了无数倍 他平静地说道 斗战圣体 进阶了 神国至尊神体之一的斗战圣体 竟然还能进阶 霍拳文言兴奋地 差点从地上跳起来 笑得嘴都要咧到耳朵上了 而孙吴望此时 扫了一眼华景涛 眼中有战意 同时又看了一眼叶晨 微微摇头 叶晨让他失望 华景涛看着叶晨微微皱眉 对着白玉皇问道 师尊 那小子怎么了 而身为镇龙殿店主的白玉皇 此时站在华景涛身边 却是带着一些激动的态度 微笑道 那小子 不知怎么回事 在一世之中修为暴跌 现在更是连生机都消失了 他之所以激动 是因为现在的华景涛的潜力 是整个宗门的希望 华景涛冷笑道 看来 这小子是知道自己的命运 直接自杀了 倒也算聪明 否则 本公子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樊祖成功之后 华景涛实力暴涨很多倍 如果对上昔日的叶晨 他有绝对的自信能赢 甚至是秒杀 而且他得到的好处 不仅仅是樊祖 还得到了一部半部远古级的极致武技 龙元剑爵 这剑爵以天龙血脉施展 拥有堪比远古级武技的威力 现在他就是神国青年天才中的神 即使是一些低级势力的掌门 家主 在他眼中也不过是蝼蚁 这时 玉真子带着神级宗的一众长老 朝着叶晨走去 脸上满是悲戏 绝望的神色 他们要给叶晨收尸 叶晨虽然死了 但也是他们神级宗的弟子 可突然间 华景涛的身影一闪 挡在了玉真子等人的面前 玉真子冷冷道 让开 华景涛眼中 闪过一丝讥讽之意道 你们要去给这个垃圾收尸 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 本公子还没有把这废物的头砍下来 拿去祭奠我哥哥呢 你们要收尸 等我先砍掉他的头再烧 镇神塔下一阵死寂 叶晨死了 连收尸都不允许 还要砍掉叶晨的头 就算叶晨杀了华晨新 这也有点太过分了吧 玉真子等人瞬间暴怒 玉真子手一抖 举起一柄崛气级的漆黑长剑 虚发无风自动 眼中满是冰冷的怒火 指着华景涛道 让开 或者死 死 华景涛却是笑了 就你 也配让我死 如若我再修炼十年 或许连你 我都能轻而易举地斩杀吧 我现在虽不敌你 但有人能 下一刻 白玉皇出现在他的面前 白玉皇手一抬 掌中多了一柄血色长剑 一剑对着玉真子斩去 动我弟子 找死 龙神 敏剑爵 剑气纵横 虚空震产 澎湃剑气化作一道万丈长龙 一个盘旋就是对着玉真子当头斩下 白玉皇面对神国的一等势力宗主 竟是毫不犹豫地动手了 这一剑出 剑意全部凝聚于那巨龙体内 众人似乎没有感受到什么 可剑气之下的玉真子 却是面色狂变 浑身凌厉 极致运转 面庞之上浮现出一丝不正常的阴红之色 狂吼道 玄缘 针极剑 玉真子不仅是全力出手 甚至都动用了镇宗武技 而且还燃烧精血了 这一剑是他所能斩出的最强一剑 下一刻 手中的崛气长剑光芒暴闪 一道黑光从剑身之上激射而出 迎向了那当头落下的巨龙 轰隆一声巨响 连那镇神塔似乎都在微微颤抖 光芒收敛 众人定睛一看 地面被砸出一个硕大的坑洞 而玉真子此时正浑身是血 看起来凄惨无比的倒在了坑洞之中